大家好 我是王青 是一个我出道以来对音乐的一个探索理解的 虽然说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歌手 但是我很想在音乐上面有自己的一个作品 回想一下我在出道的时候我做个音乐我觉得特别棒 正式实施然后能够有实体结果 我觉得还不错的时候是已经在12月了 这是第一个时间的问题 然后第二呢大写的12就是王 然后12月加一起就轻张上了我的名字 就王青嘛 我觉得就是有缘分在里边吧 都不一样 因为我不想把它做成一个传统意义上的 有主打有主体风格有怎么样的一张传记 我想它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我自己 我喜欢的东西我这一年我经历到的 我学到的我认识的老师 我想要带给大家的东西就简单单就好 首先我收到编曲的时候它是纯日文的 然后因为我不太懂日文 我就想有一个编曲给我的感受 一个是我想表达给大家的一个感受 就是脑子里有画面 我想的是什么画面 我想告诉你们怎么样 我想有一个让大家在面对不同的困难 找到一个初心 拿自己比较真实的时候来面对现在的生活 可能会比较开心一点 就想着这个东西来去写这个词 没有没有 写了好久 真的是写完之后才能顺利的总结一下我是这么写的 我写了将近很久很久 有的时候就拿起笔 我不太爱用电脑去敲这个字 我是用笔在纸上写 就总会开不出这个头然后写不下去 都扔掉了就直接就 成品还可以 因为成品当时有点实在是没有思路了 就觉得还放松一下吧 就小喝了一点 小拽一下 然后回家之后发现再听那个编曲 就是听听我觉得还有几个词啊 或者说片段 我给它连起来就写着那个 我想的就是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多学习一点 因为毕竟现在我接触的还算比较少 只有憧憬是我自己写的词 然后像编曲啊 还有很多更专业的东西 只能是听取了师弟一件 我想就是如果时间足够的话 机会够我想去多学一点 以后能够自己去做音乐 真正的是我的想法在里面 我想加入的元素更完整一点 不一样的工作氛围 对而且整个团队给我很舒服 它会很照顾到你这个艺人 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 它会尤其是它的工作过程 它会有一个很严谨 日本人的很严谨 我们什么时候做什么事 不会让你去浪费这个时间 不会让你艺人或怎能怎么样 我们工作人员也不会浪费时间 第一是语言上不通 就是他日本人很温柔的 我记得很就是特别挺感动的吧 就是我们在日本的一个街道上去拍 因为当时不能跟太多人 只有一个摄像老师 还有一个随行的一个工作人员 对都是日本人 然后他在告诉我该怎么走 因为他说不出来 他只能动作就给我去演示要怎么做 很认真的就让我明白 就生怕我不明白 就很认真的用用他 因为就是可能当时 我们两个英语都不好 然后他说日语我还真听不懂 就半懂不懂吧 但是他那个认真劲 真的能看出来 点藏版吧 因为这是一个里面东西比较多吧 因为我不太想把它作为一个很没有限制的商品去售卖 我觉得这是我工作历程上一个算一个纪念 也是给粉丝啊一个交代 也是给所有为我付出过给我们一起工作过的那个工作人员 因为毕竟团队人特别多 然后每个老师也不容易 有这么一个实体也是对大家的一个交代 还有机会呀 对 我对 这如果是 如果是就是风潮怎么样的 没有 这刚开始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 开始看了 对 但是粉丝嘛 大多数还是就是 好好听 怎么样 我对自己还算是有自知之明吧 平时每次去录音 去跟老师聊点音乐 是跟上大课一样 我就觉得每次录完音 都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在里面 我介意 肯定会看到 是说要说一点影响都没有 那我觉得不真实 会有影响 但是我觉得 你作为一个艺人 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你去站在大家面前 就一定会褒贬不一 会有人喜欢你 就会有人挑出你的这个问题 哇 被发现了 没有没有 因为之前我不玩微博的 我大学曾经开了一个号 然后关注只有三个人 还是我们宿舍的 对 就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用 然后后来微博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发 我也不知道去发什么东西 因为我生活可能太单调了 他们都说 你可以拍拍你的生活呀 拍拍你这个 每天都在干嘛 让粉丝可以了解到你了 我说我每天都健身 我可能每天都拍那个哑银啊 不会的 就想以后调节一下 自己的生活吧 没事多去转转呀 多去什么地方看看 然后多拍一些东西 我也想给粉丝拍一些我想的东西看 去工作一天之后 如果说我不去趟健身房 我晚上睡不着觉 就是每天很累的时候 就窝在沙发上往上去坐 一捏自己的肚子 我会马上站起来 然后直奔健身房 应该说是 不是说很有要求 打个分来说 就是自己分数还不够 几个把六分吧 跟好的艺人 跟好的那个 我理想中的标准还差一点 我选了彭于晏 对啊 蒋经夫 健身一定要休息好 吃好 就多吃蛋白 少吃那些糖 含糖类含热烂肛的东西 然后健身要食量 我之前就不太食量 然后导致自己身体特别差 我记得有一次在录节目的时候 看着韩红老师 特别激动 当时就聚了个宫 就那个鞠躬那一下 我差点跪在地上 我当时就害怕了 后来就调整了 我想应该是影视和综艺吧 这两方面 因为这两方面比较直接 能够看到我在里面的表现 我想演坏人 小丑 Joker还有那个 有特点的那种 有故事的人 因为坏人都会 有一个不太好的经历 或者说值得人去 想的一个不好的 过去怎么样的 有故事 就迷茫焦虑坚持 反正前两个词不太好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 我每次上节目 或者说登完台下来之后 我都会想我刚才 哪句话说的不好 哪做的不好 我都会先想这个 所以就是每次工作完之后 我都会想 我是不是有什么没做到 比如说半个月或一个月 没有出工 没有活动 就要想一下我最近在干嘛 就比较焦虑 不会不会不会 我不会跟朋友去说我最近心情不好 我怎么样的 我只会跟朋友 有的时候 比如压力太大 个朋友叫我 咱们去打个球 去划个雪 我跟他们玩 但是工作上的事 我不会跟别人去说 比较开心的话就是带着爸妈去旅游 对 因为当时赵海老师请了个假 我说我想去带着爸妈去放松一下玩会 去了海边 也是我第一次 因为我们家没有出去旅游的习惯 也是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和我爸妈一起出去玩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然后遗憾的话 就是没能够有更多更好的作品 我觉得对于一个艺人来说 我做的还是不够 就是你的作品量还是不够 不管是质啊还是量 就是这一年还有欠缺 我希望能够更努力一点 真人秀 对现在定档的真人秀 然后还有影视剧 对我希望能够17年多努力吧 其实我算是一个工作狂 我出差或者说出去工作 我会特别踏实 长时间在家里 我就可能会疯 先挣一个一 在新的一年呢 祝大家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